那一夜,刘凯威急匆匆地跑进了王欧的房间,直到凌晨两点才出来,直到媒体报道说刘凯威出轨的新闻,两个人才出来发声回应,王欧则回应道,这让我很受伤,简直是无中生有。 而媒体问到杨幂,但是她的回答却让人意外,杨幂说道,她俩其实根本都没有什么事,工作需要而已。 过了几天,杨幂就和刘凯威两个人牵着手出来,一点事情都没有,感情不合不攻自破,对于这件事,刘凯威非常生气地回应道,我们只是深夜谈剧本,被媒体这么一报道,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,本来很平常的一件事被你们媒体讲成这样,后来杨幂和刘凯威疑了婚,不过狄的确却不是因为王欧的原因, 因为杨幂也和别人传出了悲闻,而王欧至今一直单身,没有和刘凯威发展下去,不过近日王欧被拍到何德云瘦小,先有何九华在一起,引起王欧热议。 看来这一次王欧是认真的,直接他下车之后,主动打开了车门,让何九华上车去,两个人共同来到酒店,手拉着手进去了,一宿都没有出来。 自从报道两人的绯闻恋情之后,两个人也没有出来辟谣,看来他俩应该是真爱了。 仔细想一想,王欧今年38岁了,也该属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。 曾经还有一个绯闻男友王凯,王勇也期盼他们在一起,但是没想到两个人是哥们的关系, 只是因为拍摄的伪装者两个人非常的熟,互相摸对方的脸,可惜并没有什么恋情。 看来这次王欧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再也不用藏着掖着了,众多网友送上了祝福, 觉得德云社的确是有很多人才,王欧嫁过去也不亏,想必这次郭德纲十分满意了, 德云社的徒弟有了恋情,估计连他儿子郭七林也快了吧,你们说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